清晨五點多 馬路上突然傳出爭吵聲 吸引路過駕駛注意 開始拿起手機拍攝 長頭髮女子情緒激動 大叫勸阻灰色上衣男子 不要亂動手 一旁的黑衣男 醉倒到需要讓人搀扶 另一頭叫車旁路人 無辜揮手 趕緊閃避 不敢靠近 你不要亂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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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亂動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會在清晨五點 就大吵大鬧 甚至還出動警方 快打部隊到場 電閣畫面看得更清楚 站在最右邊的 其實只是無辜路人 箭頭指的酒醉男子 因為打了老翁 長髮女子趕緊招有人到場 沒想到朋友卻逼問路人 是不是你打我朋友 好心路人 無辜遭受波及 在我背後就是事發了 發展財航距離清水派出 鎖不到50公尺 警方接獲民眾到岸 一分鐘趕緊現場 避免衝突持續擴大 他的女朋友 請他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來接他 然後現場誤以為是 有一名年輕人打他的男朋友 我們警方到達之後 跟他們化解衝突 他們雙面都是自認有錯誤 所以他們不提高數 搞了半天原來是一對21歲的年輕情侶 喝了酒疑似在馬路上踢倒路旁機車 一名65歲的陳韻老先生 路過好奇詢問 沒想到下一秒就被男友一巴掌 往臉上打 一名好心車主停車關切 卻被情侶友人誤認成事主 將他團團圍住 警方互報趕緊現場 迅速將爭執雙方拉開 不到20分鐘排除這起糾紛 再看一次當街拉扯畫面實在很誇張 清晨五點擾人清夢 也讓警察忙壞了 記者蕭維山 宋俊義 新北市報導